大家好,这里是CJJ教程网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信号 这张的主要目标有 信号在类合当中的表示 信号阻塞与味觉之间的关系 信号及操作函数 SigPlockMask函数的使用 可用来改变或者说获取进程中的信号屏蔽字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信号在类合当中是如何表示的 实际上呢 当进程当中捕捉到一个信号的时候 就直接递交给信号处理函数来进行处理了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把它称为是递达状态 当收到一个信号以后 执行处理函数这个状态称为是递达状态 实际上呢信号从产生到递达呢 之间有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把它称为是味觉状态 味觉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前提的 那么前提是进程必须先阻塞某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当一个信号发生的时候呢 进程他不立刻去执行信号处理函数 而是处于一个阻塞的状态 而是把它阻塞掉了 那么这个状态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味觉状态 被阻塞的信号产生时呢 将保持在味觉状态 这取决于这个信号是否被阻塞了 是否被阻塞了 那么直到进程解除对此信号的阻塞 之后呢 这个信号才能够执行信号处理函数 或者说才能够抵达 才能够抵达 那我们可以从一幅图来更加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这幅图里面呢 有一个Task Struct 这实际上呢 是一个进程的一个结构 进程的结构 任务结构 这个结构当中存放的信息 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个进程控制块当中的一些信息 进程控制块当中的一些信息 这里面呢 它要包含两个字 一个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信号屏蔽字 或者说信号研码 信号屏蔽字 那么Pending呢 这个字呢 是一个未决状态字 我把它称为未决状态字 进程他如何知道哪一些信号 当前发生的时候会阻塞呢 就是根据信号屏蔽字来判断的 这个屏蔽字是64位的 64位的 未决状态字也是64位的 也是64位的 那么 假设SIGINT信号现在呢 发送给了进程 那么这个这个信号是否会递达呢 或者说会执行信号所对应的处理函数呢 取决于 取决于Block 这个位是1还是0 如果是1的话 这一位是1的话表示 当这个信号到的时候呢 它会阻塞 阻塞 那么一旦阻塞了 那么Pending 这个状态字呢 对应的位呢 就自1了 表示 这个信号当前处于一个 未决的一个状态 未决的状态 直到我们对它解除了阻塞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把它置为0了 这边置为0了 那么解除了阻塞 那么信号就会被递达 同样的Pending所对应的位 它也会变为0 然后递达 执行它所对应的处理函数 那么当前这个处理函数是忽略 如果不是忽略的话 就执行它所对应的处理函数 比如说是一个quit 当三号信号到的时候 它会被阻塞 会被阻塞 那么同时将Pending状态呢 置为1 自为1 当然当这个信号还没有到的时候呢 Pending状态还是0的 还是0的 因为信号都还没有到来 就无所谓 未决状态 当我们对它解除了阻塞 把它置为0 那么信号就可能被递达 给这样的一个信号处理函数 那么Pending状态呢 就置为0了 未决状态就解除了阻塞 就解除了一个未决状态 那么通过这幅图呢 我们可以描述信号从产生到递达的一个过程 递达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呢 我们会举一个例子来更深刻的帮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要举这个例子之前呢 大家还需要对一些函数有一个认识 我们才能够编写这个程序 这边的一个认识就是一个信号级的一个函数操作 刚才我们说过了 进程当中有一个屏蔽字 叫做信号屏蔽字 它是64位的 这个64位呢 Linux里面用SigSet 下滑线T 这种类型来表示 这种类型来表示 那么我们对这个类型的操作呢 提供了这样的五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EmptySet 实际上就是将这里面的64位呢 都把它清零 FillSet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将64位呢 都变为1 Epset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个信号所对应的位 把它变为1 所对应的位置1 DiolSet 表示这个信号所对应的位呢 把它置为0 IsMember 它并不会去改变这个变量的值 它仅仅只检测 这一个信号它所对应的位 当前是0还是1 是0还是1 这是信号级操作的五个函数 五个函数 那么这五个函数 它仅仅只是改变这个变量 改变变量 它并不会去改变进程当中的信号屏蔽字 它并不会改变进程当中的信号屏蔽字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函数来改变进程当中的信号屏蔽字 这个函数是SigPlockMask 它可改变或者获取进程当中的信号屏蔽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号 表示改变方式 如何去改变进程当中的信号屏蔽字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要准备的一个信号机 信号机 将这个信号机按照号所指定的方式改变到进程当中 第三个参数呢 是返回进程当中在改变之前的屏蔽字的状态 屏蔽字的状态 如果我们不关心它的话 直接填空子针 那么改变方式有三种 我们来看一下改变方式的三种 这三种是这样子的 第一种是Block 那么它执行的操作实际上是一个或的一个操作 实际上是 相当而是将第二个参数Set呢 添加到进程的屏蔽字当中 进行一个或的操作 Unblock呢 意味着将进程当中 从进程当中呢 解除一些信号 解除一些信号 与上它的一个取法的一个操作 那么第三个操作 就最简单了 直接将第二个参数集合呢 设置到进程当中 设置到进程当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信号 从产生到地打的一个过程 来说明一下 我们就会用到地打的一个操作 自己的音樂 它的一个状态变迁的一个例子 Status吧 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就 安装一个是一个int信号 安装一个是一个int信号 这边我们做一个操作 去打印当前的一个位觉状态 状态字 实际上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函数 是一个pending 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获取进程当中的一些位觉的一些信号集 保存到这个set当中 保存到set当中 那我们可以把它 获取出来 这个among放到 seqpending pending pending sixset函数 传递一个 集合 集合进来 传递一个集合 传递一个集合进来 nsig 这表示信号的最大值 就是等于64 等于64 等于64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i 可以用哪个函数呢 我们跟函数说了一个ismember man一下 sig sig member 检测一下对应的信号是否在集合当中 是否在集合当中 sig is member 是否在集合当中 如果在集合当中 我们就 punch 要输出一个1字样 否则的话 它不在里面 我们输出0字样 那么最后呢 输出一个换行 punch sig set sig painting 函数表示 获取 当前的一些位决信号 位决信号呢 保存到pset当中 然后我们将它这些位决信号呢 打印输出 打印输出 我们这时候我们跟这个也没关系 跟这个没关系 我们先把它先屏蔽掉吧 跟这一行也没关系 make一下 那我们发现 这边要最好 slip一秒钟 否则太快了 那我们发现呢 当前状态呢 没有位决的信号 因为信号都还没有被阻塞过 信号也没有产生过 所以说呢 它不可能有位决的状态 把它推出来 接下来呢 我安装一个信号 sigint信号 那这意味着 我可以捕捉这个信号 我可以捕捉这个信号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按ctrlc 由于信号被捕捉了 它直接递达了 也就是说 直接调用了信号处理函数 直接递达了 那么它不会经过位决状态 所以说呢 也没有1的出现 也没有1的出现 这边我们按ctrlc 把它推出来 也没有1的出现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将sigint信号 给阻塞掉 阻塞掉 所以接下来呢 我再弄一个 弄一个变量出来 将这个变量呢 都置为0 然后我调用sigproc mask函数 要用sigproc mask函数来改变进程 进程当中的信号屏蔽字 sigblock 将它bset 然后我们不关心它原来的状态 需要添加一个 我们要阻塞的信号 sigaddset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是一个add的信 set int 增加一个信号 现在我们再编译一下 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 Ctrl C 那这次我们发现 我按了Ctrl C键 按了Ctrl C键 它并不会抵达了 因为进程当中的信号屏蔽字 被我更改了 我调用了一个proc mask 阻塞 相当于将 这个sigadd 它所对应的位呢 自1了 那么进程判断 有1 那么这时候 即使信号到了 它也 也把它阻塞住了 处于一个位 处于一个位决的状态 那我们发现 这边看到的 所对应的位呢 是1 它处于一个位决的状态 位决的状态 Ctrl 斜干把它推出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做一件事情 当我按了下 Ctrl 斜干之后呢 去解除阻塞 解除阻塞 那么解除阻塞以后呢 这个被 处于位决状态的信号呢 它就会 就会 那个被递达 被递达 那么这个位呢 就变为0了 就会被递达 那我们可以 再安装一个函信号 Quit信号 这边要做一个判断 SIG等于等于SIG int 如果是 SIG int信号过来 我们就 打印输出 这样的一个字样 那如果是 Quit信号过来的话 那我们做的事情是 什么呢 解除阻塞 那肯定也是调用 SIG PROCK MASK函数 进行解除阻塞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集合 先将它全部置空 先将它全部置空 将SIG int信号呢 添加进去 那么表示我要解除的信号 解除阻塞的信号 U set 调论这个函数 解除了阻塞 解除了阻塞 那这样的话呢 先前被 先前被阻塞的信号 位决状态的信号呢 就被递达了 按Ctrl C Ctrl C 它处于一个 位决的状态 那么位决状态集里面 打印输出 这个对应的信号是1 对应的信号是1 按Ctrl 斜杆 按Ctrl 斜杆 解除了阻塞 解除阻塞意味着 它被递达了 所以说呢 信号处理函数 被执行的 输出了这样的一个字样 并且呢 并且呢 当前的一个位决状态呢 都变为0了 对应的位也变为0 因为它已经被解除阻塞了 那现在我再按Ctrl C 我按好多Ctrl C 实际上呢 这么多的一个Ctrl C 它这边只会有一个 位决的一个状态 还是这个信号处于位决状态 位决状态 由于它是不可靠信号 它不支持排队 也就是说 我现在呢 产生了这么多次的二号信号 它只会被保留一个 它不支持排队 一些信号被丢弃了 按Ctrl 斜杆 那我们发现呢 这一行只输出了一行 也就意味着只有一个信号被递达了 其他信号呢 都被丢弃掉了 都被丢弃掉了 那现在我按Ctrl C 按Ctrl 斜杆 都无法退出这个程序了 无法退出这个程序了 那我们只好只好用Q 我直接用Qo Qo它可以跟上程序名称 刚才的这个程序名称叫做 01sigtatus 把它Q掉 终止掉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程序的一个执行过程 安装两个信号 两个信号 那么首先对 首先对二号信号进行阻塞 进行阻塞 也就是SIGINT信号进行阻塞 调用SIG PROC MASK函数进行阻塞 那么一旦阻塞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呢 当二号信号到的时候 它不会被递达 Ctrl C 它不会被递达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信号就处于味觉状态 这边就处于1的状态 1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安装了一个信号 三号信号 我可以对它 可以对二号信号进行解除阻塞 对二号信号进行解除阻塞 它是对二号信号解除了阻塞 所以说呢 二号信号被递达输出了这样一个字样 这就是这个程序的一个执行过程 这个执行过程就反映了信号从产生到递达的整个过程 把它终止掉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呢 大家就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 信号在内核当中是怎么表示的 它是如何如何从产生状态到递达状态 这中间经过了一个味觉状态 那么味觉状态产生的一个条件是 这个信号它发生的时候呢 要被阻塞 要被阻塞 并且呢 要被阻塞 那么这时候就会处于一个味觉的状态 当我们对它解除了阻塞 那么味觉的状态就会变迁到 就会变迁到递达的状态 这味觉状态产生的一个条件 就是信号要被产生过 这个信号呢 要被屏蔽 要被屏蔽 要被阻塞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所讲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